臣妾对不住陛下 臣妾早就知道此人 也知道此人与媚娘的关系 却一直未告知陛下 只因为臣妾以为 这不过就是往日旧情 既然媚娘已经入宫了 便已是新的开始 媚娘恋定会一心一意地 对待陛下忘记过去 殊不知 此人却已入宫 臣妾实在担心 她身为叛党后人的身份 臣妾也曾经屡次劝过媚娘 必须要对陛下坦白 怎知媚娘 却迟迟未告知陛下实情 陛下你一定要当心此人 及早做出处置才好 陛下 好吧 辛苦你了 你退下吧 明天一早 朕便下指 朕便下指 封你为崇荣 陛下 这不是臣妾想要的 臣妾所求的 只是能够陪在陛下的身边 朕明白 退下吧 张大人 你倒是说说 如果此战输了 战败带来的恶果 大唐能否经受得及 难道你忘了 助力在北方边界多年 那些隋军将士 弃成的血肉长城吗 隋阳帝昏溃无能 奸臣当道 国力衰弱 方有三征北方叛军的惨败 这怎能与我大唐 明军盛事下的 豫驾亲征相提并论呢 明军盛事 明军盛事便不会打败仗吗 二位倾家不要再争了 清雀 你对苏鲁汗 对北方叛军 有什么看法呀 启禀父皇 儿臣素文苏楼汗 乃北境一等一的铁腕人物 自杀掉断济 篡权之后 叛军辖地之内 既无上层军官趁机起兵 也无下层百姓 揭竿造反 局势竟比断济在世时 还要稳定 以此上下一心 以意待劳的局面 若我军远攻而去 行事恐怕不容乐观 客儿 你有什么看法 父皇 儿臣以为 魏王所言不无道理 只是俗话说 这两强之争 勇者胜 听闻那苏楼汗 乃是北方梁将 颇善有兵 又占地利之师 若无精兵猛将 恐难胜之 儿臣以为 我大唐应该集中优势兵力 联合叛军周围 与其不合的势力 力争在兵力上 占据绝对的优势 以最小的伤亡 一战而胜之 朕的两个儿子的观点 一个主张不打 或者玩打 一个主张联盟 而围攻北方叛军 朱卿都已经听到了 什么意见呢 臣对卫王殿下的观点 深以为然 不许夸 深以为然还说什么 朕要听不同的意见 启奏父皇 儿臣倒是有些话想说 制奴 好玩吗 好玩 还要不要再高一点 好 小心一点 小心一点 你说这早朝都已经开始了 你还有心思在这儿陪他玩 既然都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也就帮不上指路什么忙了 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两个字 等待 来 你说你呀 这疯丫头 哪值得你花那么多的时间陪他 若不是意外疯掉 他必定会配合为妃 尽能构陷于你 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的 萧强他毕竟没有用作 他不但没有害我 反而还救了我 还扳倒了为妃 他现在啊 实在是太可怜了 在这宫里无依无靠 就当看在我们一起进宫的份上 多来看看他也是应该的 你可怜他啊 我倒觉得 像他这般施了神志 无知无觉的 倒比你我还快活些 你若有着闲情意志 倒不如你多为晋王念几声菩萨保佑吧 他此刻在朝堂上的表现 可关乎到你我以后的命运 到如今这个份上 求神还不如求己呢 反正我已经把我所能做的一切 全部都做了 如果到最后还是不成 也算输得心理得了吧 不过 你到底是怎么叫晋王的呀 毕竟他根基浅薄 过往 对正无又涉猎甚少 难不成 在短时间之内 他的见识能够超过魏王 还有吴王他们 想要让制奴一鸣惊人呢 靠真才实学 虽然是来不及了 此幸啊 这家伙记性好 过目不忘 把我所写的那些答案哪 说辞啊 通通都给背了下来 这就好比是在赌场里 押宝赌大小 输赢的关键 最主要是看我押不押得中 陛下 到底会问智奴什么问题 好 嗯 小心 不用紧张塔子们 别让这些大臣们 看你乱的分寸 好 儿臣拜见父皇 之奴 头一次上朝便有话说 勇气可嘉 来 告诉朕 对苏鲁寒 对北方叛军 有什么想法呀 这奴 怎么不说话呀 我会假装有你陪着我 有你在 我什么都不怕 启禀父皇 苏鲁寒 看似铁腕强者 实则外强中肝 其奸不足以掩恶 其熊又不足以攻城 即使论才干 尚在被他杀死的断计之下 单在与周边的势力共处上 苏鲁寒便连犯了致命错误 当年断计还在事实 看似对外软弱 实则颇有心计 一方面对我大唐礼数有加 让我们没有动武的借口 另一方面 找一切机会展示实力 使我大军不敢轻举妄动 同时又加紧对北境那些小国 还有部落的蚕食 如此必定在十年内 北方叛军就可以一统北境 大唐却只能作弊上官 可如今 苏罗汗一上来 就定下了南征西聚的策略 迫不及待直接发兵攻打那些小国 看似威风八面 吐气扬眉 实则却为了一点点虚名威力 惹了众怒 得不偿失 也给了我们大唐最好的发兵理由 给北方叛军带来了灭顶之灾 那如此说来 你是觉得我们应该远征北方叛军 你是支持克尔的看法了 父皇 我大唐卧榻之盼 自不容这头犹在城长的猛虎酣睡 只不过对于战事的前景来说 制奴 倒是没有三哥那么乐观 苏罗汗能争善战道在其次 更重要的是 北境苦寒之地路途遥远 其实我军补给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要是我们真的与敌人站至焦灼状态的话 那么此战的输赢便会取决于 北境那些弱小林邦 是否能够及时攻击我军粮草 那些小国部落屡屡屡受北方叛军的欺凌 且一向与我大唐交好 供应粮草当不在花下 楚大人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凡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其实燕齐与北墨的关系 不正像那些小国与叛军吗 我大唐多次支持燕齐 维护其在思路的利益 结果怎样 对方欣然投入了北墨的怀抱里 腌制那些小国 会不会存了让大唐 与北方叛军两败俱伤 他们正好从中得利的心思 王爷此番话让微臣糊涂了 据说此战该打 又强调征途艰难 那么打还是不打呢 当然要打 一定要打 只不过此战不是一蹴而就之事 苏罗涵蜀目寸光 不是治国兴邦之才 他主政一定会加速北方叛军的灭亡 这是肯定的 不过其铁蜿至下 精于用兵 却能使其可征一时之寻常 甚至在战争的前期 占得优势 所以 父皇 诸位兄长 诸位大臣 制奴认为 征讨北境 应该当做一个长期的国策 我们需得定下 一个起码长达十年以上的计划 循序渐进 分数次征讨 以使其自顾无瑕 再也无力在北境扩张 如此 制奴敢说 当可在十年内 北方叛军 自然就会在这战争的泥潭里垮掉了 也因此 制奴恳请父皇 收回成命 这一次就莫要御驾亲征了 反正要打不止一次 父皇可以在后几次远征中 亲临战场 主持大局 十年 朕可能等不了那么久 朕也知 一战而胜很难 但并非全无可能 再说了 朕最喜欢做的 便是将不可能变成可能 今日就议到这儿 散了吧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这边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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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陛下近日所关注的正事 想来他问质弩的问题 多半会与远征北方叛军 西域燕齐与北墨勾结 在高昌涉县后 对当地的管理 这些问题息息相关吧 希望如此 毕竟真正 懂得陛下心思的人 是媚娘你啊 姐姐 都什么时候了 姐姐还有心思 拿妹妹打去啊 如今在御书房 常办陛下审判的 可是徐姐姐你啊 对了 那李牧可还在宫中 我已经拜托了淑妃娘娘 将她送出宫去 只是眼下 似乎时机还不太合适 切莫再和此人有任何瓜葛 若是被陛下知道了 不单是李牧 包括你 也难逃一劫啊 我心里明白 你近日 翻查太子逼宫一案 可有何收获啊 想来应该是李太 从中做了些手脚 误导了太子 让他起了造反的念头 但是在棺材上 到底放何种颜色的沙 乃是魏大人 对我的秘密嘱托 当时四下无人 李太也确实 如何知晓此事呢 这件事情 我一直没能想明白 你别忘了 还有个合干成姬啊 定是太子在通知 侯军及将军的时候 被合干成姬给听了去 对啊 及时通知了魏王八 对啊 当时还有此人呢 我怎么把他给忘了 没错 一定是他 不对啊 合干成姬 当时彻夜守在天牢外 等候侯军击备室 直到出殡前一个时辰 才得太子通知 棺材上扑纱的细节 不 不是他 你打算怎么做 将这纸上魏征大人的计划 告诉太子 还是陛下 说来也奇怪 这侯军吉 把合干成姬 当成亲儿子一般对待 他又为何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背叛他呢 或许就像屋里的家具吧 总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就会坏了 这人哪 也是一样的 姐姐说得真好 这人哪 总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 就坏了 妹娘 你怎么了 没什么 没什么 大概是眼里禁了东西 有点不舒服 那个千万别用手去揉啊 若是飞虫的话 揉碎了可就坏了 姐姐 你待我真好 飞楼 好 姐姐 飞了 快点啊 什么 你们快看 要飞了 我们去当秋千好不好 走吗 好 来 快 我们快去 姐姐 让我飞啊 对 你坐 好 来 走喽 小心一点啊 飞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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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 飞喽 飞喽 不会是徐姐姐 一定不会是她 飞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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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德 大家 朕要你办件事 大家担起吩咐 吴姐姐 你吓死我了 姐姐 不会是有心事吧 没有 你不会是担心我今日的表现吧 放心 父皇虽然未做评判 可是我估计 我回答得不错 估计 何以见得 那些大臣们 竟然散朝的时候 他们眼睛里有一些 我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 他们以前啊 只会那样看三哥和四哥的 那吴王和李泰呢 退朝的时候 你这两个哥哥 又是怎么看你的 他们啊 早早就离开了 我只来得及看他们的背影 制奴 今日在太极殿上 你有没有注意过 陛下的龙椅 有 我今日在回答父皇问题的时候 一直离他挺近的 你要知道 以后离这个位置越来越近 这些大臣们看你的目光 就会越来越热情 但是 你离你的这些兄长 也就越来越远了 今日的不安和内疚 也许只是一个开始 通往皇位的路上 向来都是形单影支的 如果你想要一直走下去 以后远的 可能连李泰的背影都看不到了 震怒 如果你还没有下定决心的话 现在放手 也许还来得及 我若是想放弃 我此刻就不会在这儿 姐姐你说过 只要我当了太子 我就可以护你周全 我的诸位兄长们 也能好好地活下去 事关你们的安危 我不会放弃 也不会后退 我一定会好好地一路走下去 况且 经过今日早朝 我的一些想法 也有点改变了 也许以后我的努力 也不仅仅是为了姐姐 我喜欢那些大臣们 看我的眼神 你说 要是有朝一日 他们也能够用 仰视父皇的眼神来看着我 那该多好 都不愿意 你敢说 你应该不愿意 我 你会这么多 你能够用 我 我 你 你 你 五宫女在吗 在在在 不知道公公有何贵干 陛下口谕 宣武宫女即刻携藏书阁所存 齐名药术全套膳本 入御书房伺候 你这便拿上膳本 随咱家走吧 是 媚娘领旨 真没想到还能重回此地 好久不见王公公 是 是 是 好久不见了 五财 公公 我如今已经不是什么财人了 只是藏书阁里 一个普通的宫女 日后公公 就叫我媚娘吧 姑娘切莫气馁呀 其实大家对你一直都未曾忘怀 就在刚才她还在看积居社局图上的你呢 真的吗 我能骗你吗 即便真是这样 大概在陛下眼里 我也只是一个居心叵测 诡计多端之人 他若是看着我 也只会满脸的失望 与厌恶 果真如此 你又怎会出现在此处 可别妄自菲薄 错过今天这个好机会 对了 咱家有一事百思不解 我得问问 当初大家她疑心你驻太子逼宫时 你为何一心求死连去解释都没有 公公 当时的情势 已然无从解释了 更何况 若是连公公都能一眼看出我对陛下的真心 她为何还要疑我 你 明珠暗头至此 媚娘 真的无意再做任何的解释 你这便是无谓的赌气了 她是谁啊 她是陛下 是曾经喝过自己亲兄弟递来的毒酒的人 于她而言最难做到的 就是信任别人 所谓当局者迷 这一点上你不该苛求她 咱家这啰啰嗦嗦半天 就想劝你一句话 今日是个好机会 只盼你啊 这一次 切莫再做出错误之选了 公公 这些是什么 你既熟读史书 这些名字想必不会陌生吧 这些人 结拜王于陛下之手 正是 大家宅心仁厚 对这些人的后代网开一面 长孙大人却不放心 于是便做了这些名册 每年此时成来 上面记载着这些后人的姓名 年龄 居所 以及历年经历 甚至还会上了近年的容貌 长孙大人 是怕他们对陛下不利 所以做此名册便已掌控 恐怕 也想提醒陛下 要拘安思危 也许 大家从未为难过他们 只是 有时奏书批得累了 会翻看这些名册 其实 陛下也一直都在关注 这些人的后代过得怎样 李沜 陛下驾到 伟娘拜见陛下 将那前三卷 关于农耕水利部分 摘捎给朕 是 王爷 你 跟我来 是 是 中文字幕——YK 其实大家对你一直都未曾忘怀 等这炷香燃尽时 叫醒珍 是 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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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拷问 温妥其境 我本该杀了你 我不下手 不是因为你是皇帝的儿子 而是因为 你若死了 如意会难过 你若当自己是个男人 就别去问他我是谁 别让他为难 我不杀你 也是因为我知道 你是妹娘看重的人 可我也知道 你不过是个胆小鬼罢了 你除了美渊躲在远处 看他一眼 你还为他做过什么 于我而言 喜欢一个人 就是给他选择的权利 没错 我宁愿在一旁当着 直到他做出选择的那一天 现在是什么时辰了 启禀陛下 现在是虚实 为什么不叫醒珍 不为什么 妹娘忘了 但请陛下责罚 朕让你抄的齐民药术部分 抄完了吗 好 把你抄好的宇权卷原本 搁在这 你可以退下了 陛下近日已经看了不少作书了 按理说 应该早去歇息才对 今日是今日必 你把东西割下便退下吧 陛下近日忽然钻研齐民药术 是忧心水利吗 农耕经济水利灌溉 朕好久没有研读了 陛下 陛下 陛下别太劳累了 喝碗深茶吧 陛下 妹娘罪该万死 弄乱了陛下批阅的奏书 请陛下责罚 笨手奔脚的 伤着没有 没有 没有 王德 收手妥当 是陛下 你可以退下了 是 妹娘 这些日子 你可有什么话 想对真讲 陛下 妹娘 确实早就知道太子有反心 可是对于太子逼宫的计划 妹娘真的一无所知 你终于肯为自己变白了 很好 朕很欣慰 是 是 王德 陛下 朕让你说的话 说了吗 陛下交代给老奴的 老奴都跟武宫女说了 老奴还多嘴加了一句 让她切勿再做错误之选 看情形 这武宫女 已经幡然悔过了 把这些 都带回甘露殿 传四个人来 将这些卷宗 都仔细翻阅 看能否找到李牧那份 老奴遵旨